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本来走得走得的老人家如果中了风 很多时候一边身都不能动 真的很凄凉 照顾他的家人也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请到 前玛丽医院的心脏科学主管陈汉华医生 和大家谈谈中风这个问题 医生 真是很多谢你 我刚才这么说 很多老人家在中风 比较严重的中风之前 其实是有些迹象的 人家所谓的小中风 你可不可以和他讲讲 这些小中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小中风即是有一些脑内的症状 例如说突然间说话咬咬咬嘴 或者在面里肌肉不对称 或者手脚好像轮盡了一些 而小中风通常在几分钟 或者几个钟那些症状就会消失 那些我们就是为之小中风 那其实很容易令人以为那个人很烦 是吗 是啊 其实要家人是很帮手 譬如说有些时候有些老人家 或者他走一街 突然之间说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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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而那几个字不方便之后又好回 他當作是踢傷 其實很多時候 或者他不是真的踢傷 而是那段時間 有一個小中風的出現 小中風之後 雖然表面上好像康復 但是一類這樣的病友 其實他比正常的人 有十倍的機會 之後演變成為大中風 而三位裡有一位 之後他們會有中風的情況 而一半這樣的情況 是會一年裏面發生的 其實如果我們晚上 當睡到半夜 真的有什麼需要 要起床 那真的應該坐在床邊 要坐一坐一會 就是定一定 為什麼呢 有些時候我們老人家 或者是有些血壓高的問題 吃開藥的 那些藥來講 是會令血壓低 特別是 如果我們睡得久了 平睡 但是突然間要起床 如果我們突然起床 那些血可能即時 上不了腦 那樣腦裡 短暫缺氧 就會暈倒了 所以這方面來講 不單止是晚上去廁所 就算我們平時 在早上 家居生活 坐得久 或者是我們蹲下起床 都是不適宜 突然之間起床 都是要在座位裡 站定了 定一定 你說多少時間 才什麼呢 就沒有什麼作準的 最主要是站定了之後 感覺OK了 量好了 或者15秒 或者半分鐘 不等 這樣才去 會比較安全 另外來講 心臟有些情況 就是心律不正 或者一些症狀 叫做心防纖戰 就是有些時候 都很普遍的 有時候人士 會自己突然間覺得 心跳不規則 或者感覺 可能是很模糊的 心跳跳 心怕怕 他以為自己真的害怕 其實他沒有什麼是害怕的 根本是心律不正 如果心律不正比較頻密 其實都是會造成中風的危險因素